常听人说这人人五人六的 那人五人六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异学里头啊 一个卦象 比如说前卦来去讲 有这样的一个讲究 初遥二遥为地 三遥四遥为人 五遥六遥为天 它是讲的是天地人 也就是天是高的 地处在这个地的位置 那这是对宇宙对天地而言的 那如果这个卦对人而言来讲 是由下往上 地位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还拿前卦来去举例子 也就是初遥和二遥 可能就代表了我们平民老百姓 越往上的时候地位就越高 比如说皇帝九五之尊的五 代表的就是前卦的第五遥 意思就是五遥和六遥 处在一个最尊贵的位置上 那人五人六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个人 你地位没有这么高 但是做事走路说话那个样子 都是有点装模作样 学着这个尊贵的人 人们就会说 你看这个人人五人六的 有点装模作样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这是十分钟的